我們現在來拍個台底帳 拍台底帳好給各位 好好的 這也太客人了 太硬了 看這些古蹟啊 很想玩世紀帝國 好回去一定要玩一下世紀帝國回味 這個噴泉 中間噴泉一方面做裝置所有 一方面前面這邊是讓民眾打水 然後這邊這個溝是讓那些動物 那些牛啊馬來喝水 為什麼讓民眾來打水 因為只有百分之死不到的家裡 家裡有水管 有錢人家裡才有水管 一般人要來這邊打水 要到城外去打水 所以它這個城內其實有很多噴泉水井 它就是說藉由這個像皇帝制製的名義 蓋了一個噴泉 讓大家可以來熱會發現取水 那這個水從哪邊來 從城外邊過來 所以我們羅馬城市都有很多水稻橋 其實什麼羅馬啦 或是說什麼西班牙 或是說很多賽爾維洋水稻橋 這邊其實我到時候到伊斯蘭堡 也會有機會看到那水稻橋 那那個艾菲索斯的水稻橋在外面 那剛剛那個導遊在手機上給各位看啊 是想像圖說 弄起來哇怎麼樣的華麗 上面都神像 然後那個晚上都會打火把 居然還有馬賽克哈 而且不是磁磚啊 是食材的馬賽克哈 不是影片打出來的馬賽克 跟我想的馬賽克不一樣 你現在知道的馬賽克只有那個 好這是有了前人住的地方 所以才會比較別緻 這樓下是餐廳跟廚房 然後樓上是臥房 比較維持良好的那個 房子啊 都先蓋起來遮起來啦 那邊就要處理他們一個人在一個 因為我家人的標題 太把照片都看不出來 好嗎 好嗎 好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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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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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